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让保险又多一层保险 信托能是保险规划的新解方吗 欢迎洪绍凯讲师 洪绍凯 IAFC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专任讲师 各位华宝研究室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遗嘱信托与保险规划 信托这个概念在这几年非常的流行 尤其我们金管会最近也在 大力推动的信托2.0 最近我们会发现到 好像在金融机构也好 或者在整个金融业界 信托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到底信托的规划跟我们的保险 能够有什么样的结合 今天就以遗嘱信托跟保险的结合 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信托是不是叫做有钱人的专利呢 其实并不是 就信托来讲 他不是叫做有钱才叫做信托 是你有需要就应该去做信托 那哪些人会有需要做信托 第一个可能是担心自己有钱花不到 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了 你失去了行为能力 即使你户头里头有八位数九位数 他可能跟你都不见得会产生关系 所以信托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于说 我可以来照顾自己 担心自己未来的钱用不到的话 你透过信托就可以确保 专款专用 这个钱是用在你身上 或者有的人说我不担心自己 但是我很爱我另一半 所以我担心的是我走了以后 我的另一半怎么办 那一样的 你也可以透过信托这个制度 去照顾你的另一半 有的人是担心 子女有的钱会不会挥霍 会不会乱花 担心这个情形的 也可以透过信托的控制 让子女他不能够随意去挥霍财产 因为今天他能够拿多少钱 他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都是由父母亲事先 透过信托安排好了 第四个 担心财产共有分不平 但这个部分在我们书上的运用 还蛮常做的 在过去 如果今天遇到共有 尤其像不动产 将来你要处分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必须共有人要达成共事 万一这一代的共有人没有处理好 到了下一代 共有人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难处理 像这个情形 如果透过移赎信托的安排 我们就可以让共有人 变成信托的受益人 所以大家的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呢 我把整个财产的处分权 是交给受托人来处理 这样就可以避免 共有财产不好处理 这样的状况 第五个 担心债务风险 财产被查封 投资也好 做生也好 他可能本身面临到的 债务风险是比较高的 像这样子的族群 他也可以透过信托 先帮自己做好一个保护伞 如果我信托成立在前 债务发送在后 那么信托的一些保护伞的效果 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可以保护你的资产 不会受到后面的债务问题的影响 第六个 希望持续照顾某一人事物 我们今天想要照顾的对象 除了法定继承人 有可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甚至我想照顾对象不是人 他可能是一个东西 或者是毛小孩 那我如果透过信托 能不能去照顾这些 所谓的特定人事物 就目前的信托法来讲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那这个部分的需求 我相信在未来 也是会蓬勃发展 第七个 希望财产的分配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 各归其位 这个概念就是说 有些人对于财产的分配 他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好 比如说 这个财产 我是要分给哪个子女 但是我不希望 子女把这个财产变卖了 比较常见的 就像一些家族企业 第一代辛苦创业 将来交办给第二代 他会希望这家公司 永远留在自己的家族里头 所以他可能会希望 子女不要去把这些股权卖掉 但是在过去 你只是这样希望 那子女真的拿到这些股权 他要不要卖 其实他自己完全可以做决定 但是如果你加上信托的控制 那么这些股票的持有人 就真的必须按照你的意思 你如果不向他卖 那我们就可以设计 让他不能卖 你希望他是要在什么条件下 才能出售 也就按照你的条件去做决定 那最后一个是税务需求 通常做信托 我们不会刻意去强调 结税这个部分 但是也不可否认 确实在某些情形下 信托是有非常好的结税效果 这些因素都是我们需要做信托规划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那么信托成立的三种方式 包含有契约信托 包含有遗嘱信托 包含有宣言信托 那契约信托是最常见的模式 既然是一个契约 就代表必须有甲乙双方 那么在信托当中的甲方跟乙方 就是委托人跟受托人 所以契约信托就是 委托人跟受托人 就信托相关事务 达成合议签下来的契约 他就是信托契约 至于遗嘱信托 就是用遗嘱来成立 那遗嘱成立的话呢 因为民法规定 遗嘱要有效 必须是立遗嘱人要满16岁 没有做军务宣告 你的遗嘱必须符合民法规定的五种法定形式 包含自述遗嘱 公正遗嘱 密封遗嘱 代笔遗嘱 口授遗嘱 所以遗嘱信托要成立 就必须是遗嘱有效 只要遗嘱有效 这个信托就能够成立 很特别的一点是 他是不需要受托人同意的 只要遗嘱有效 他就可以成立 最后一个是宣言信托 宣言信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 他是委托人等于受托人 但这种信托在我国信托法 只有法人可以来做这样的信托 而且必须是公益为目的 所以这个信托在我们一般 帮自然人做信托规划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用不上的 那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 三种类型当中的遗嘱信托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 王大姐有一子二女 名下财产有2700万的动产 及两笔不动产 公告限值1500万 市价3300万 一间是自住 一间是收租 儿子挥霍无度 而且跟两个姐妹感情不太好 所以王大姐呢 他希望能够保障两个女儿的生活 对于这个挥霍的儿子 他其实对他很失望 所以希望能够减少儿子可以继承的财产 像这个状况的话 如果是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那像这个案子 他就是典型非常适合 透过信托来做规划 并且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要跟客户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传承资产年金化 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如果子女挥霍 我们今天给他再多的财产 其实你就不晓得他能用多久 留更多未必能够用得久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们应该要告诉我们的客户 你应该要帮你的子女去规划一笔用得久的财产 那用了有财产你要怎么做 要做到传承资产年金化 在过去当然通过信托这个工具 那现在来讲除了信托 保险也可以做到 因为保险现在可以规划保险金的分歧几副 他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类信托这样的功能 那么这个案子我们第一个要跟客户讲的一个观念 叫做传承资产的年金化 那传承资产年金化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有一个子女是属于比较挥霍的 这时候我们就跟客户提醒 如果说今天一千万留给孩子直接继承 那你觉得五年后剩下多少钱 一千万给孩子也许孩子很争气 五年后十年后这个一千万翻两千万当然有可能 但是相对的也有可能 这个一千万给他继承也许五年后十年后已经全部花光 甚至搞不好还负债 所以呢我们要跟客户分享一个观念就是 如果这一千万可以分十年去给 那未来十年就不用担心没有钱花 换言之一般的继承是一次性的给予 我们的继承就是人走了 那么缴完产税一次就全部继承了 那如果我们透过适当的安排 就可以让他原本应该一次性给予的财产 变成可以年金化分年去领 那分年去领的话 这个部分要做到可以透过信托跟保险来达成 具体而言到底应该做信托还是做保险呢 以这个案子来讲 不动产的部分我们会建议成立遗嘱信托 因为不动产如果是生前移转 税务成本相对而言比较高 大家都晓得 不动产现在只要生前一移转 你的土增税是绝对跑不掉的 而且你现在就移转给下一代的话 那么将来下一代处奔不动产的时候 一定是适用房地合一心志 所以留待继承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我留待继承 我让他走遗嘱信托 我就可以去控制住财产的处分权利 这个信托可以这样成立 委托人是王大姐 受托人呢就是王大姐信赖的第三人 那受益人三位子女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信托期间要多久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王大姐觉得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短时间内处分 那我就把信托期间拉长 那管理方式也可以约定 受托人到底可不可以把房子卖掉 这个王大姐也可以来授权给受托人 比如说他希望可以持续的出租 创造固定收益都不要出售 那就可以在信托合约当中去约定 信托财产只能出租 不能出售 那如果觉得说价钱合理 价钱很漂亮的话 还是可以出售 那我们一样可以授权受托人士 可以来处分这个财产 那各位请注意 这个房子如果在信托期间卖掉了 信托也不会因此结束哦 如果信托期间定20年 而房子在第10年卖掉了 那信托并不会结束 而是你的信托财产 从房子变成卖掉房子的钱 这些钱依然在信托里头 子女依然不可以把这些钱直接拿走 还是要等到信托结束 才能取回这些钱 另外第三个部分 动产我们会建议他规划保险 以这个案例来讲 他的动产有2700万 那如果动产去规划保险的话 他可以产生降低遗产总额 跟降低特留份的效果 降低遗产总额 代表在税负上可以得到减免 那么降低特留份 就是可以达到当事人对于分配的想法 因为他希望给儿子越少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保险的规划 可以这样做 要保人跟被保险人是王大姐 所有人是两位女儿 或者直接要保人就是两位女儿 被保险人是王大姐 所有人也是两位女儿 这两个做法就取决于说 我是要直接自己买一份保险 或者我是变成用赠予的方式 先把这个权利移转给女儿 然后再由女儿来购买保险 这样子规划之后呢 各位发现 因为2700万的动产已经去支付保费了 所以在遗产当中就已经没有这2700万 所以在规划之前 他的动产有2700万 不动产的部分请各位注意 在计算遗产税 我们是用公告限制来做不动产的价值认定 可是在算特留份的时候 就目前的司法实务而言都是用市价 所以我们用市价来算 2700万加上3300万 除以3因为有三位继承人 那么算出来是因继份 再除以2就是特留份 所以特留份原本应该是1000万 但是通过保险规划之后 特留份就只剩下550万 因为动产的2700 已经通过保险指定 它已经不属于遗产的一部分了 所以透过保险的规划 我可以做到 让整个遗产的继承税负降低 而且特留份也降低 并且如果希望保险金 不要一次给付的话 我们也可以让保险金去做分析给付 就是做到我们刚提到的 传承资产年金化 所以从这个案例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结论 整个信托规划跟保险的关联 除了说最直接关联性的保险金信托之外 另外我们可以跟客户强调 保险的分析给付的概念 其实就等同有信托的效果 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到 信托规划与保险 除了我们过去听过的保险金信托 感觉上它是一个直接两者的结合 除此之外 其实信托规划跟保险 就像我们刚刚你一样 我们是从整体的规划面来看这两个工具 如果说今天当事人对于财产的分配 有特别的想法 这个时候其实保险是更好用的工具 因为我们用信托来做规划 如果是遗嘱信托 它依然是有特留分的问题 但是如果透过保险来做分配 它就完全没有特留分的问题 但是如果客户今天是不动产 那这个不动产呢 它并不想变卖 它要让它成为继承的财产之一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适合透过信托来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讲 如果要强调控制权这个部分 那信托的功能可能是更强大 但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在分配 那么保险的优势就更好 实务上的案件就是客户可能两者都有需求 它既希望分配能符它的想法 它也希望在某些财产能够延伸它的控制权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信托跟保险完美结合的时候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案例 谢谢各位 谢谢 以上是本周的宝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